凤林镇客家文化节在凤林漫城公园广场热闹登场 客家文化节是凤林一年一度活动 不仅有露天客家大戏 客家嘉年华采接 客家乡土体验活动 客家美食品尝 农家展示和市集摩采活动等 有42支的采接队伍 每一队都精心装扮展现特色 客家文化节代代相传 世代延续 看见每一位相亲 不畏风寒仍然盛情参与客家文化节的活动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110年 凤林客家文化节 今天是我们凤林一年一度的 客家文化节 在这里很感谢各位长官 到今天来临臨 尤其那么多社团 今天来参加演出 除了我们客家族群以外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族群 无论是阿弥族 泰雅族 赛德克族 通通通有参加 所以说我们凤林也是主群融合的一家 那更感谢我们新住民 服装相当漂亮 我们这里新住民来到凤林 也是我们凤林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很融合 很团结 很幸福的一个小镇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 大家感觉到心旷神瑜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想我们这一次的客家文化节以后 能带来我们凤林 凤条以顺 我们客家严肃的一个精华之外 在所有的活动里面 我们看到了 所有的邮件里面 有签税团 也有各国中小学生 往下扎根的一个基础 甚至在邮件里面 我们也看到 我们原住民同胞 利用我们的客家国歌 天共六岁 展现出他们原住民舞蹈的一个精髓 那我们也有新住民的所有同胞们 这个在在就是我们客家舞的 文化的向外的一个延伸 那最主要呼应的什么 刚才所有邮件里面有很多年长者 这就是这几年来 我们凤林政公所以及代表会 积极在推动的 我们所有的长造的一个 一个社区的一个关怀祭田 我们对老人的照顾啊 因应我们凤林的一个 人口老龄化 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那通通以赴我们的 在客家文化节里面的 一个活动里面啊 都向外透露了这个讯息 那我期望我们凤林 那未来在萧镇长的主政之下 所有社团都能够举举的参议 让我们凤林未来更美好 今年别具特色的凌龙礼 特别打造增进火车 开进凤林的街道 展示凌龙礼的过往风华 这场萧文龙也带领乡亲 共同参与活动 场面相当热闹非凡 他也非常感谢各地里长 以及乡亲热烈的参与 才能够让今天的客家文化节 能够如此盛大 且持续办理 记者凌杰 丰林阵采访过程 请不吝点赞丰 请不吝点赞丰 下转发 请不吝点赞丰